字幕提供 時事中文 這個字 這排紅 為甚麼 公字 公字 不是說白宮 不是香港白宮法人 不是 香港本來都很厲害 香港白宮法人 真的 說公寶雞丁 公寶雞丁 因為這裏也有關事的 公寶雞丁 果然是外國的 很喜歡的 外國人很喜歡 外國人很喜歡味道 不過真的外國人很喜歡 因為默克爾訪客 去到四川 都是 公寶雞丁 沒錯 當地政府接到他 找了總廚 大廚 一起教他做公寶雞丁 因為原來 德國在四川 是一個投資重鎮 小小地理常識 如果中國一塊這樣 四川就是剛剛在這裏 整個中文是這樣 四川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是東西外 進入西部的重要經濟重鎮 原來有百多間外資 德國外資設置在那裏 打算在這裏開通西部的市場 原來是澳洲最大的生意火盆 和中國 很簡單 大陸梭的士都是德國大眾的 這個講完 東街都是大眾車 整份大眾 Volkswagen 對 一看這件事 你就知道德國生意有多重要 很重要 今天我們就搞什麼菜煮菜 什麼叫公寶雞丁 因為聽名字 其實大家吃就吃得多 外國人很喜歡 原來有些來歷 這件事 原來都是相傳 在清朝的江水年間 有一個四川總督 發明了這件事 來招待客人 後來那個總督被封為東宮少寶 那些人稱為丁宮寶 這裏塞 丁宮寶 因為這裏名菜的關係 就變成了公寶雞丁 是 那個煮法 上面看 這個大家也可以學習 其實我看完之後不太辣 是 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做 先看你哪一種 如果你教外國人煮的話 應該是偏甜的 那我… 如果是傳統那些 可能是偏辣的 是的 因為是香辛料的問題 是的 因為四川的香辛料很出名 是的 其實也很簡單 切了雞丁 然後用鹽、醬油、豆粉 然後用鹽、鹽、白糖和香醋 這些東西剛才有酸甜的味道 還有做過醬汁 炸完雞丁 然後拌腰果 然後再炸剛才做的味料 然後拌一塊碟 基本上 其實很快就能吃 這個是不是傳統的做法 還是已經由後人去改進 我想其實差不多 應該是這個做法 因為當年揚州炒飯 要拿牌 因為有很多的無牌科 是 他就說要拿申請專利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點科目 大家每炒一碟揚州炒飯 有一個傳聞就說要付一些版權費 就是我炒一碟 我要繞一些版權費給別人 這個我覺得很荒謬 是 去到後來 譬如我們常說 難道你印刷術 又要拿專利嗎 有些東西大家都認識 所以看看這個公布雞丁 可否為德國帶來更豐厚的收入 中國